很詳細的就跟各位做介紹 包含把那個環境 我會把它這邊做一個下載 其實點擊也可以直接下載下來 那這個檔案大概是 印象中沒有很大 100多Mbps 你把它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就可以開始做你的環境了 那這件事情在以往非常的麻煩 以前的話必須還要架什麼Apache 架PHP加MySeaCo 然後呢還要Run 其實非常麻煩 但是現在呢 有這個懶人包 其實就方便許多了 那裡面的話呢 我幫各位做一些整理 就是說這個畫面裡面 已經跟各位講得很明確 要怎麼樣把這個環境Run起來 其實大概就幾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把環境解壓縮之後的話 執行這個有沒有 還記得吧 Setup的這個 把它點兩下 再來就什麼 執行這個 有個叫什麼Control的 XAMPPJ 這個Control 把它執行Start起來就可以了 這樣子 甚至你的電腦馬上就升級成一個伺服器了 一個Server就馬上OK了 那也就是說你這台電腦只要24小時開著連線上網路的話 你這台電腦它就是一台伺服器 那如果說你要當雲端的檔案伺服器的話 只要你有個固埃 所以你查出你的固埃之後的話 就可以馬上變身為雲端的伺服器了 OK 這個我想非常的簡單 也就是以往很麻煩的事情 現在都變簡單了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去面試的時候 人家可能會問你這方面的問題 雲端怎麼樣駕站等等 你說很簡單 其實真的也不困難 那這部分的話還有影片 上個禮拜的影片 那除了說呢 我有放在我的部落格之外 另外呢 我也放在那個哪個地方呢 放在我的雲端上面 我還記得吧 這個雲端的網址 那這個網址裡面 那這邊有個放一個 我的講義這裡也有 講義 那裡面的話 我們的這個網址 實際上就是 裡面我有把它 這參考書目 就這一個 CCKU2J J大寫 其他都小寫 有個QR Code 一樣呢 可以連到 我的這個雲端上面 那同樣的 其實剛剛講的這個問卷 可以用雲端硬碟完成 那像我剛剛給各位看到 這邊有相關的下載連 那你也可以把它改成像清單式的 或者是這邊有個檢視 圖式的檢視 那像這個東西 以往如果你要辦到 你也必須要架一個伺服器 不過我覺得 Google雲端硬碟 真的是太方便了 如果說將來 像你也要產生類似像我這樣的一個服務的話 也就是說 直接可以讓人家下載你的檔案 其實就利用什麼 也是Google的雲端硬碟 順便講一下 剛剛是建立的時候 找到建立表單 對不對 建立表單 那建立表單之後呢 你就去分別完成 就會有一個 這個表單讓人家填寫 那如果說呢 你今天要產生一個像我這樣子的一個 有沒有 可以讓人家下載檔案的一個服務的話 其實也非常簡單 利用Google裡面的這個資料夾 你可以先建一個資料夾之後 有沒有 比如說我在這邊建一個資料夾 叫這個名稱好了 那我就把相關的檔案怎麼樣 把它拖拉 或者從這邊 這個可以上傳 檔案或資料夾 那把它傳上來之後 最後再做一件事情 一樣 各位可以看到 上方有一個小箭頭 這個資料夾 那這邊有個叫共用 共用 裡面 你把它點擊之後 上面有個開啟共用連結 把它點擊下去之後 一樣會產生一個什麼 產生一個網址 這個網址 一樣可以怎麼樣 把它複製之後 再到那個goo.gl 那個地方 可以把它縮短網址 並且產生一個QR Code 那這樣的話 以後人家直接輸入 我剛剛那個網址之後的話 就可以進入到 我分享在雲端上面的東西 那我在其他上課的地方 都會用這種方式 那用這種方式 其實也蠻長一段時間 沒什麼發生太多問題 另外上個禮拜 上課的內容 所有的影片都在這上面 所以特別注意 以後呢 如果你想要取得 所有上課的內容的話 在上面都會有放 這個上課的錄影 那當然 這個上課錄影 其實只有你們這邊 我有傳上 因為煙導師有要求 在其他地方 我都沒有放在這裡 我都放YouTube上了 你放YouTube上的話 也不會浪費我這邊空間 那因為這邊是考量到各位 就是還在找了 所以直接就放在這裡 那裡面的話 上個禮拜 上課的所有內容 通通都在這裡了 總共有五個段落 所以如果你有哪些細節 沒有聽清楚的話 非常的簡單 點擊它 比如說上禮拜 那個怎麼樣運行 這個環境有沒有 這邊直接可以怎麼樣 直接可以執行 那執行的話 就可以直接看了 當然如果你在手機裡面 可不可以做 也可以 在手機裡面播放 我發現也非常的清楚 而且它是HD高畫質的 所以這裡的話 給各位這個地方 將來我的上課的內容 也會把它放上來 所以各位不用擔心說 有些部分學不會 不過我發現 現在你們最大的問題 不是學不學會的問題 而是要不要學的問題 OK 那沒關係 我把它錄下來 至少你想學的時候 這上面還是有 我比較發現 就是大部分都是 畢了業之後才知道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可能你現在 還不知道重要 不過沒關係 那今天的話 我們要繼續來看 就是說 我們這個後面的部分 那裡面再來就是 剛剛講到 有關PHP的這個設計 不過PHP的這個 不 這個雲端 Google雲端的這個使用 那Google雲端的使用 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它有很多事情是辦不到的 比如說 像有一些系統 可能你是比較客製化的 那這裡就沒辦法辦到了 那順便講一下 其實你看這個其實還蠻簡單的 就是 變更主題一下 然後查看及時表單 然後查看回應 那查看回應 我覺得Google的這個蠻厲害的地方 就是說 如果我們用PHP加買Seqo 資料庫會在買Seqo裡面 那Google的這個東西 它是放在Google的試算表 而且它最厲害的地方 我覺得它有聽到大家的需求 為什麼 因為一般人都習慣 平常用的就是Seqo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東西填完問卷之後 如果不要在雲端上作業 可不可以把它變成Excel 可以 而且它會出檔案的方法很簡單 這個點擊一下 它就怎麼樣 它就直接下載成Excel 開起來就在Seqo裡面可以編輯了 那這樣的話 一般行政人員就非常喜歡 所以其實我有開一些課程 是針對一般的行政人員 他們有些時候不要講太多程式 他們對這都蠻喜歡的 那會了這一套東西之後的話 他們真的工作就非常流暢了 而且感覺整個就upgrade了 就是升級了 因為以前傳統的行政人員 很多真的做得要死 還要一直不斷加班 但是會這些東西的話 真的很多事情就可以不用加班了 那這個服務的話 是7-11的 也就連上去 像我這些東西 24小時 你除了上課時間可以連結之外 你下課以後也可以連結 所以是7-11服務 雲端其實就象徵有24小時 但是是機器幫你服務 不是人服務 所以 如果有一些下班之後 還可以處理 那反正就處理完之後 它資料就在雲端上面 但是我的習慣是 像這個雲端還可以跟手機連結 所以如果說 像你們如果填的一些東西 比如說我甚至把這個當成一個訂單 比如說有客戶要跟我訂東西 那我也可以把這個問卷變成訂單 如果有人下訂單的話 那我要怎麼第一時間知道有人下訂單呢 其實非常簡單 教各位一個訣端 因為這東西我用了大概快十年了 這東西應該很少有比我更熟悉的 那裡面的話它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在回覆裡面有一個叫做通知規則 這個通知規則其實非常好用 我相信應該很多書裡面 我還沒看到有書裡面提到這個功用的 這個功能做什麼用呢 就是如果說你今天假如說你真的把它變成什麼 變成不是問卷 而是一個訂單系統 比如說你做網拍的好了 那做網拍有時候網拍的系統不好用 你希望另外寫一個讓人家下訂單 比較明確知道它的需求的部分的話 那你也可以用這個 那你怎麼知道有人填資料 這邊有一個工具裡面有個叫什麼 通知規則 通知規則裡面的話呢 就是說可以怎麼樣呢 如果有人填了問卷 填了一個訂單好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在這邊選那個立即通知 通知到哪裡呢 email 然後把它儲存 它會有什麼現象呢 像我的習慣這樣 偶爾因為我會手機會開那個 如果有email進來 它就會叮咚一下 那我這樣的話 我會看一下 如果有人下訂單 那我可以馬上怎麼樣 第一時間就幫他做service 他會覺得很棒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即時的幫你做服務 那這個部分 我覺得也是Google很厲害的地方 那你可以把它儲存之後 下一次呢 進到這邊呢 你會發現他下一次 如果有提交表格的時候 就是說有人下了訂單 就馬上通知你 那你可以把它儲存 那這個時候呢 填的資料 你的email信箱 email就會通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提供給各位參考 有太多功能了 那這些功能 我覺得最妙的地方是 完全不用花任何一個費用 這也是Google厲害的地方 難怪Google現在是最賺錢的 網路目前最賺錢就是Google Google 它沒有賺到我們任何一毛錢 可是卻可以賺最多 這個其實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OK 那這裡的話請各位 先試試看 然後再來就是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上個禮拜的部分 一樣在 把那個環境建置起來 因為上個禮拜的部分 我們好像是在 我是放一碟 你們放低碟一碟都可以 那記得下載了之後解壓縮 裡面把這個setup 這個有沒有 直接點兩下 有沒有 上禮拜的部分 然後它會有個什麼呢 Sorry Nothing to do 按任何鍵 空白鍵一下 OK USB stick install Not fun 那我建議它這個地方的敘述 可能就建議不要放在隨身碟 建議是 放在低碟底下 所以把這個把它call到低碟好了 就你上禮拜那個 你也可以直接call到低碟 然後把它run起來 那等一下的話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進入到那個PHP 這個可能要有比較難一點點 會需要 如果你不用Google表單 你要怎麼樣建立表單 用PHP怎麼做 來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就是你先試試看 那個剛剛講的Google表單 另外補充了一個就是Google的那個雲端硬碟的分享 如果說你以後呢 會有很多的資料 像我剛剛那個上課資料啦 或者上課的影片 要分享各位的話 其實就可以用雲端硬碟來做資料的分享 這第二個 那也可以短網址加QR Code 第三個是 把上個禮拜的那個環境 再把它建置起來 那因為等一下我們會用到這個環境 開始來做一些開發 那這個是等一下會利用那個 就是還有一個Dreamweaver 那個環境也需要 Dreamweaver怎麼樣配合這個開發環境 然後來開發像PHP的表單 那今天可能還不會講到資料庫啦 後面的話呢 會開始講到MySQL的資料庫 這個部分也是一個專業啦 如果說你將來要找相關工作的話 你會這些 找工作是絕對不會有問題的